1990年3月17號 中華職棒元年開幕戰 由統一師對上兄弟相 從這天開始 黃同學和菊同學 一連交了20年的朋友 成為台灣職棒史上 最長久的一對敵手 只不過就像一般好朋友 被遇到的問題一樣 相處久了難免會有爭執 不管是K過來 K過去的躲避球大戰 還是包圍校車的火爆遊戲 這對好朋友的成長之路 各自充滿了喜怒哀樂 當然歷年總冠軍戰 也少不了兄弟相和統一師的對戰 史上第一次在職棒四年 當時雙方都擁有超級巨頭 防衛綠王陳一信 22勝級的羊頭王翰 以及紫插天王謝長亨 不過讓球迷印象最深刻的 卻是伏兵羊頭大圍 在相對總教頭三更俊英 魔術般的調度下 耍得統一師團團轉 最後4比2拿下總冠軍 到了2001年 獅子軍報仇的機會來了 面對年輕的二代相要給他們好好上一課 打完四戰就取得3比1的聽牌優勢 但是卻遲遲等不到第四勝的這一張牌 最後兄弟相再一次在統一師隊球員頂上 拋下黃色彩帶 去年雙方第三次交手 儘管正宗精神領袖恰恰彭正銘帶上上陣 但是黃三軍總冠軍系列戰的不敗神話 還是被打破了 只是沒想到這個人剛好就是20年的老朋友 十項交手這麼多的恩恩怨怨 從今天起的職胖精華就要帶大家一起來回顧 黃同學和菊同學從小到大的故事